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因為還未出發去旅行 所以今天的影片的題材都是飲食的 帶你們上去看看今天吃什麼 由於我個人比較悶的關係 所以今天都是吃壽司的 其實不是 因為很早已經跟朋友約定了 我們今天還有三位特別嘉賓 右邊數起是我的新小朋友Shadow 接著有Little Pet和小姜 他跟我們六個人一起吃飯 因為要等齊人的關係 所以細心的師傅準備了些酥脆脆 讓我們邊吃邊喝邊喝酒 等朋友一起開餐 等齊人開始吃第一道前菜 就是青羽藍漫漬 是一個冷的前菜 酸酸地開胃 今天的茶碗蒸是蟹肉茶碗蒸 很鮮甜 我們日直路吃壽司 第一款壽司是五日熟成的天然真雕 昆布漬 加了少許莓醬 吃起來比較清新 而且肉質很爽 這款壽司是五日熟成的 第二款壽司是天然高芯 配有紙皮 高芯這個名字可能大家有聽過 但其實它有另一個名字 就是深海池魚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壽司吃起來很肥美 油份很爆香 再來第三款壽司 就是這款壽司的梵立貝 配海藻鹽 我覺得師傅選擇要海藻鹽的味道 取捨了沒有用 平時竹炭鹽的顏色對比 但這款壽司真的很鮮味 接下來這個比較重味 這款磊鯊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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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 味道比較濃 但魚沒有超級的性能 the balance 蠻好 完一個濃味的食物 之後吃赤貝 赤貝只用了青鯉和醬油調味 很爽甜 這個就變得追回了 輕回味蕾 接下來還有一款油份很厲害 這是七日熟成的北海道天上司 他特地切了三片 薄薄的飲品 讓我們吃下去不要太膩 然後還有我小時候不太欣賞 大過月女而喜歡吃的麥魚壽司 先介紹一下 今天是由鎮師傅伴侶 上次也是師傅伴侶 所以兩隻吃完後就約了一群朋友 六個人來吃這個午餐 再來又有壽司吃 這款壽司是五日熟成的天草天然石環雕 它又名叫花甘古 天草天然這個字 我覺得有點喬口慘手 你覺得是不是 今天是吃青森縣大鑑延城的吞南魚 Shadow出來趁熱鬧天王 現在鎮師傅為大家準備 醬油漬尺身壽司 其實它要用醬油漬的時間 不是太長 主要師傅有說過 就是希望吃魚肉的質感會比較滑 然後餵食G Shadow 又出來等吃 吃下去的鐵味真的不重 但是的確是很滑 你看看他們兩個又在玩騎博馬 準備等吃另一款壽司 現在準備吃雙鋼拖羅壽司 其實基本上你看看樣子 就已經可以知道究竟它有多澎湃 而吃下去其實真的是滿口甘香 但我經常都覺得拖羅是好吃 但又真的不能吃得多 所以這樣淺嘗吃壽司 我就應該覺得很滿足 然後就是吃海膽的時間 說起海膽 原來有些人覺得每一餐Omakase 一定要有海膽才行 但我經常很相信不時不時 但無論如何 我相信師傅的評論 所以師傅做些什麼我就吃什麼 你看到這個海膽雖然不大塊 但師傅其實是很優雅的給了一份量 接著來到今天的重頭戲 時令的秋刀魚 看都已經看到魚是很肥的 而這隻雙鋼也馬上浮了 後座見壽司 它是配了紫蘇花和蔥蓉 吃起來很甘香 但是有蔥和紫蘇花就平衡了 不止LITTLE PAD會後座食物 SHADOW都會 現在就到車海露壽司了 其實也就是花竹蝦 它做到半生熟 所以效果是爽和甜的 做了這麼多款壽司 其實差不多到尾了 現在還有師傅預備用避場彈燒的黑綠魚 都是油份屬於很爆的那種 我喜歡吃它 我喜歡Kinky 這個大概就是熊貓小朋友等了很久的東西 他馬上問過師傅會不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師傅的詞彈燒 放了白昆布 然後加芝麻 我想說 你看到的橫切面就知道了 吃下去是真的大滿足的 上次吃到我們是有追加的 現在不用搶了 兩個小朋友 一人一見 好了好了 見到乾飄卷 就知道壽司真的吃到尾聲了 現在是時候喝一碗湯 暖一下胃 然後準備甜品時間 吃今天的開心果雪糕 它是做得不錯的 雖然不是我覺得最好吃的一款 不過anyways 今餐都很滿足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